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神秘的莫咪莫罗星球上 住着一个叫莫里安的小人 他有很多的小秘密 他会跟谁分享自己的秘密呢 小布点儿莫里安 我有个秘密 千万不要打开这本书 哎呀 小莫里安的秘密要被你发现了 那就请你也讲一个秘密 给小莫里安听 猪慧芳 祝 古里 慧 爸爸在藏什么呢 猪是一个秘密 噓 别告诉妈妈 下次给她一个惊喜 妈妈在藏什么呢 噓 这是一个秘密 别告诉爸爸 下次给她一个惊喜 可是爸爸妈妈的秘密总藏不好 一会儿就互相分享啦 小莫里安 小莫里安也有自己的秘密 很多很多的秘密 嗯 小莫里安的秘密是什么呢 这次 小莫里安又有了一个秘密 她在一个神秘的角落 发现一株扑达果 扑达果成熟的时候 我要把它们摘下来 给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 哈哈 阳光洒下来的时候 小小的扑达果就转呀 跳呀 一刻也不停 夜晚和雨天的时候 他们就静静的躺在花瓣上睡觉 小莫里安每天都会去看扑达果 走过草丛 冲下山坡 穿过藤腕 钻进树林 哎呀 哎呀 小莫里安发现了什么 一个小女孩 哇 那是一个小人女孩 她的眼睛亮亮的 好像忽闪忽闪的萤火虫 她的头发卷卷的 好像顶着三个小草垛 她的雀斑小小的 一笑起来好像在跳舞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小莫里安 我是小菲尼 你来看扑达果吗 你来看扑达果吗 我们一起等她成熟好吗 好 成熟我们两个的秘密 两个小伙伴一起爬树 捉迷藏 挡鞦韆 分享自己的小秘密 啊 莉莉忽 啊 莉莉忽 我有一个小虫的秘密 小莫里安说 有一种爱睡觉的虫虫 一听到我吹口哨 就会变成小兵 跟着我认真心恋 我有一个露珠的秘密 小菲尼说 透过她看我 哈哈 是不是很奇妙 啊 透过露珠看小菲尼 她的头时而大 她的身子时而苗条 她时而矮矮小小 真的太有趣啦 我有一个小雪花的秘密 小莫里安说 只要敲一下雪花果的枝干 就会喷出洁白的小雪花 飘满整个天空 我有一个做花衣的秘密 小菲尼说 瞧 小帽子 小斗篷 小裙子 都是用花做成的 哇 小菲尼给小莫里安 做了一整套花瓣衣服 宝贝 你觉得她帅不帅呀 我有一个演说家的秘密 小莫里安说 他们从早到晚说个不提 嘎嘎嘎 呱呱呱 我有一个泡泡果汁的秘密 小菲尼说 蓝色浆果 裹在水晶泡泡里 藏起来三天三夜 就会变成好喝的果汁 小莫里安和小菲尼的秘密 真是讲也讲不完 每天跑出来和小菲尼一起玩 成了小莫里安的新秘密 不过 要怎样帮守住这些快乐的小秘密呢 把秘密藏在手心里 不行 那要一直握着小拳头 小莫里安还得帮妈妈干活呢 把秘密藏在花苞里 可是 花朵一开 秘密就藏不住啦 把秘密藏在池塘里 要是爸爸看见了 一定会大喊 小莫里安 注意安全 一不小心 这个秘密总会溜出来 哎呀 睡觉的时候 可别说梦花哟 好多天过去了 扑达果终于成熟啦 叮喱 叮喱 扑 打打打 扑达果离开了花瓣 跳一跳 碰一碰 围在一起转圈圈 好不容易扑达果安静下来 落到了小莫里安和小菲尼的手掌上 一人一颗 正正好 小菲尼的眼睛亮亮的 把扑达果拿回家 给爸爸妈妈看 好 小菲尼又说 过几天 我和爸爸妈妈要出远门 等我回来 我们再一起玩 好 两位小朋友拥抱告别啦 小莫里安 飞快地跑回家 她把扑达果的秘密 告诉爸爸妈妈 听了小莫里安的秘密 爸爸妈妈都笑啦 哈哈 我也有个秘密告诉你们 爸爸说 真的 其实我也有个秘密 妈妈说 那我们一起把秘密拿出来吧 一 二 三 当当当当 看 我为木木姐准备的 爸爸说 看 我为木木姐准备的 爸爸说 神奇的鞋子 等帮我们跨过高山 五彩的石头 能染出木木姐上 最美的彩虹布 会飞的扑达果 就让她和我们一起出发 哈哈哈哈 在那座山的后面的后面 就是木木木姐开始的地方 圣诞的木木姐上 一定能认识好多小伙伴 阿里里哟 木木姐快来吧 阿里里哟 小莫里安的心 飞起来咯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宝贝 既然你都知道了小莫里安的秘密 那也请分享一个你的秘密吧 每天 我会给你们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 更多有趣故事 可以订阅我哦